早餐 大哥 你要帶我轉去哪裡 因為上一次我們去吃的起司蛋糕之後 就發現原來很多人喜歡吃起司蛋糕 所以我今天就帶你去吃另外一家 跟起司有關的東西 是呀 煮到起司我的最愛呀 生車生 這裏的主打就是 但是它是有加起司老挖的 我們要請帥哥廚師來 因為我們表演了 在火旁邊我很燒耶 這個更慘 你看它躲在一角 我覺得你穿的衣服很中共 你今天就當我們中共咯 我今天就是中國了 但是咯 小心看咯 我會感覺到它 真的嗎 那你可以放那個全志賢的臉 在明明的臉上 對 對 對 這個 哪裡 非常好吃的咯 它 很嫩 我是不是覺得你一放下去就入口雞 哇 這個是很嫩的那一種 很嫩的 它的醬汁很好吃 而且我會覺得它的起司 看起來很濃 但是它是沒有那個 我覺得蠻好吃的 我覺得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耶 它這次泡上 真的非常非常很好吃 而且真的很嫩 而且真的很嫩 這個很好吃 它的起司感很燙 哇 我已經忍不住想要吃了啦 因為呢 我比較爽苦一點 我真的就是比較少吃其他口味的起司蛋 對 老闆娘就說 這個抹茶呢 它是特別從那個京都那邊 import進來的 對就是Kyoto 它裡面還有 然後還有這個起司蛋 配著這個抹茶 應該非常好吃吧 我覺得它的那個抹茶的味道跟那個起司 很和諧啊 融合在一起 因為有時候我們吃起司蛋的時候 起司的味道太濃 然後抹茶味道會比較淡 它那它不會 它是5050 所以你可以吃到抹茶的味道 你可以吃到那起司蛋的味道喔 其實很逼近一點喔 如果抹茶太多的話喔 它會有那個澀澀的味道 它完全沒有 很好吃 接下來的這個呢 是一個月喔 可以賣超過800片 什麼 它是 有那個起司炒的感覺要融化出 喔 龍井 3秒定律 它是很鬆的 而且它是那種 你放進去對你嘴巴融掉 它不甜 就有30%的砂糖而已 可是我覺得很好吃 這兩個你就會買 你不要選哪一個 3 2 1 我還是想要問你 這個跟Loktan比哪一個好吃 哈哈哈哈 我覺得Miu的比啦 真的這兩個都不一樣 我覺得是個人的口味啦 因為不同的Cheese Cake的口感 都是不一樣的 我只可以說 那它那個呢 它還有一點硬跟軟 這個呢 是你吃到完全是鬆軟 嗯 它是不一樣的口感 而且如果你想要吃Loktan的Cheese Cake 就可以來Say Cheese Cafe 嗯 Say Cheese 請問你今年幾歲 今年二十二 二十二 你請問你可以接受姊弟練嗎 是 Lokbellokbell OK啦 Lokbell 哈哈 łok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